而芹菜的整个的整个的构造 那么很多的毒素化学物品 应该都会充斥在芹菜里面 当它都充斥吸收在芹菜里面的时候 当你要去洗的时候 你肯定洗不干净的嘛 因为这些毒药都已经吸收在 那个芹菜里面了 我不懂是真的假的 可是我个人感觉好像不可能 所以我就开始去找点资料 我就发现到 一些环境组织 就是对那种农业 对一些大公司进行检查的 那些环境组织 他们有一个list 叫做30,000 就是全世界12个最毒的食物 这里所谓的毒 不是讲说那种chemical的毒 就是讲你吃的那些食物 在你洗了过后 还有很多残留 还有很多残留的一些农药的 OK 你猜 当中凌列前茅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芹菜 还有草莓啦 我会跟你讲草莓也可以啦 就这12种 OK 他们研究出来的报告是这样子讲 说如果你是吃芹菜或者喝芹菜的juice的话 你一个servin 你会吃超过 吃进去肚子超过50种农药 那为什么 因为芹菜啊 你看啊 它旁边是很嫩的哦 它有fiber 可是它很嫩的哦 你的农药啊 它容易吸收啊 相比于其他像avocado 像nanas 像pine apple 这些它的外皮是比较硬的哦 所以至少它在你把你的皮扒掉过后 你没有吃那个皮过后啊 它残留的农药没有那么的多 不像cellary跟草莓这样子 所以从这边 就是我给你这个问题 你要的所有的好的东西 是不是只有芹菜可以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不是你要考虑其他的方法呢 这是你第一个问题 芹菜如果真的是有那么多农药的话 值不值得我们去吃 这个是我开始想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那我知道你们这个时候 你们开始会讲啦 你懂吗 我以前很肥的咧 我就是喝芹菜吃喝果汁啊 喝到我这样瘦你知道吗 哪里可能没有效果 OK 我也 我我我我我 减肥不是我的强项 因为我每次跟大家讲 你不要傻傻的去减肥 很多人的胖是虚胖 你把你的皮搞好啊 你的皮虚 你的皮胃搞好啊 你的自然会瘦的 OK 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很喜欢喝果汁啦 早上去运动啦 喝一个protein shake啦 讲说会会束身 我会去做yoga拉筋啦 可是你们真正去想啊 我来跟你讲 为什么他们会收啊 我讲说 以前你们是吃什么 我早上啊 我吃苹果啊 偶我的话 我吃点芒果啦 然后milk shake咯 那现在呢 我现在啊 我也是吃apple啦 可是我有放芹菜了嘛 所以我就放 celery咯 你这样子 你不瘦都难 你都为什么嘛 因为mango跟apple 这两个是糖分比较高的水果 Celary 你去咬 agaga 没有甜味的 OK 所以Celary相对于 其他的水果 Celary本身是蔬菜嘛 它都没有什么糖分的嘛 再加上你吃Celary 全部都是fiber 所以它的卡路里也是很低的哦 它好在哪里 它好在它highfiber 也不是好跟不好啦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 同样是一杯水 你两个吃进去都饱 OK 你吃Celary的话 几乎没有卡路里 几乎没有糖的 你怎样不瘦 你都没有卡路里 可以burn嘛 所以这个就是原因 OK 这个是你瘦的原因 你瘦的原因 不是Celary 帮你clean掉detox啦 帮你排毒排到干净 不是 是因为你吃了Celary过后 你感觉很饱 可是你吃进去的卡路里 跟糖都少了那么多 你肯定会瘦的 这个是它的logic在这边 OK 所以不要去恐惧讲说 瘦下来就代表是好 OK 然后我再强调一点 你是20多岁 OK 这样子讲 很多20多岁啊 要瘦身啊 爱美的人啊 去健身的人 你看到40多岁 你的胃肯定是出问题 胃酸到流胃脏风 吃这个东西就烙晒 都是这样子的 OK 你们听我这句话就对了 那更重要的就是血压 很多人都会讲血压 讲说 秦龙啊 我现在啊 我想要开始喝Celary juice 人家讲说吃这个 不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的药伤身 我就吃芹菜吃Celary juice 所以这个是高血压的问题 OK 这两个是比较hot的topic 一个是瘦身一个是高血压 癌症的东西我就不讲 所以首先呢 我先讲真的有人是吃了Celary 过后不用吃高血压的药 真的是有 OK 可是 我们看不到长期的影响 所以我们只可以推理出来 为什么人会有高血压 为什么人会有高血压 为什么某钉钉 你的血压会升高 一定有个原因的嘛 高血压是因为我们的心脏 对不对 Bump的更大力嘛 对嘛 所以你的血压才会升高嘛 BP是Blood Pen才会升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 会让我的Blood 要Bump的 让我的心脏Bump的这么大力呢 一定有个原因的嘛 肾脏 意思就是讲 今天 你的心 你的血压会高 都是因为 你的肾脏 在求救 他跟你的心脏讲 心脏啊 我的肾脏好像很差了 你可以Bump多点血给我嘛 我怕我支撑不到 这样子啊 OK啦 我Bump点给你啦 所以 你的 你的高血压的原因啊 是来自于你的肾 OK 当你有这个idea过后啊 我们再去看一下 你一微的去减低这个肾 所以 在于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知道了 你要解决高血压 你真正要做的问题 是怎样去把你的肾功能恢复 怎样去把你的肾脏强壮起来 而不是一味的去把你的血压压下来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 如果你是高血压的药啊 你会伤身的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就是这个原因咯 因为真正的原因是肾脏问题 可是你一直忽略它 一直要把血压降下来 肾脏跟他讲 心脏给我多点血可以吗 我真的要 我真的答案不掉了 然后那个心脏讲 OK没问题 我现在Bump给你 我一要Bump给你的时候 因为你吃药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药跟我讲不要Bump给你啊 你自己想办法啦 这样子长期下来 你的肾脏 寻求不到支柱 它是不是越来越差 这个就是原因 OK 那 同样的idea啦 我可能我给你一个idea 是关于 肾脏跟cellary之间的一些特别的关系 OK 第一点 Cellary虽然它本身没有汤 OK 可是如果你脚了过后你喝 你会发现到你喝得下去的哦 它有咸味的 它平均来讲它的盐的含量会比较高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点 所以我从这边我这样我自己推理啊 这个不是什么医生不医生啊 打个比方 今天 今天你去按摩脚 你去按摩脚 OK 你去按摩这个是massage 这是我 这是我 所以我就跟那个massage讲 诶 我的脚不够痛了 你可以按大力点吗 按大力点 Please 因为我要修复快点 给我大力点 刺激一点 OK OK 那个 按摩是这样 OK 这样我按大力点 哇 它按的很大力的时候 OK 过了过 舒服了 舒服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啊 因为我很忙哦 个天我在去找它的时候 我太忙了 我一直在那边看message 看newspaper 看书本 太多东西好 我忙了 我看whatsapp那个比方 所以我忘记跟他讲任何的东西 所以 我忘记跟他讲要出大一点力 因为我太忙了嘛 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 所以他就忘记出大力给我了 OK 这个问题 我套用在肾这边 今天可不可能 是因为你吃的东西 盐的分量太高 导致你的肾脏 变得太忙了 哎哟 有这么多的盐啊 惨了 我要想办法了 我要怎样把这些东西排出去 他变得很忙了 所以他变到忙的时候 他忘记了 要跟心脏讲说 你要给血给我 当他收不到指示的时候 自然血压不会升高 那么你的血压就自然会降下来 这个是我的推理 我再讲第二个原因 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找到一点 你搞好 你的脾胃 你的脾胃搞好 你的自然会瘦的 OK 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很喜欢喝果汁 早上去运动 喝一个 protein shake 讲说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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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会会会会员 会去做Yoga 拉筋 可是你们真正去想 我来跟你讲为什么他们会瘦啊 我讲说以前你们是吃什么 我早上 我吃苹果啊 偶尔的话我吃点芒果啊 然后milk shake咯 那现在咯 我也是不是apple 可是我有放芹菜了 所以我就放cellary咯 你这样子 你不瘦都拿你的为什么吗 因为mango跟apple 这两个是糖分比较高的水果 cellary 你去咬 没有甜味的 所以cellary相对于 其他的水果cellary 本身是蔬菜吗 他都没有什么糖分的 再加上你吃cellary 全部都是fiber 所以他的卡路里 也是很低的 他好在哪里 他好在它high fiber 也不是好跟不好 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同样是一杯水 你两个吃进去都饱 你吃cellary的话 几乎没有卡路里 几乎没有糖的 你怎样不瘦 你都没有卡路里可以burn 所以这个就是原因 这个是你瘦的原因 你瘦的原因不是cellary 帮你cleanse掉detox 帮你排毒排到干净 不是 是因为你吃了cellary过后 你感觉很饱 可是你吃进去的卡路里 跟糖都少了那么多 你肯定会瘦的 这个是他的logic在这边 ok so不要去恐惧讲说 瘦下来就代表是好 ok 然后我再强调一点 你是二十多岁 ok 这样子讲 很多二十多岁 要瘦身 爱美的人 去健身的人 你看到40多岁 你的胃肯定是出问题 胃酸到流胃脏风 吃这个东西就烙塞 都是这样子的 ok 你们听我这句话就对了 那更重要的就是血压 ok 很多人都会讲血压 我现在想要开始喝cellary juice 人家讲说吃这个 不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高血压的药伤身 我就吃芹菜吃cellary juice so这个是高血压的问题 ok 这两个是比较hot的topic 一个是瘦身 一个是高血压 癌症的东西我就不讲 首先呢 我先讲真的有人是吃了cellary过后 不用吃高血压的药 真的是有 ok 可是 可是我们看不到长期的影响 所以我们只可以 只可以推理出来 为什么人会有高血压 为什么人会有高血压 为什么某痰痰 你的血压会升高呢 一定有个原因的嘛 高血压是因为我们的心脏 对不对 胖的更大力嘛 对嘛 so你的血压才会升高嘛 BP是BP才会升高嘛 那么是什么原因 会让我的BP 让我的心脏 BP得这么大力呢 一定有个原因的嘛 肾脏 意思就是讲 今天你的血压会高 都是因为你的肾脏在求救 他跟你的心脏讲 心脏啊 我的肾好像很差了咧 你可以BP多点血给我嘛 我怕我支撑不到 这样子啊 OK啦 我BP给你啦 所以你的高血压的原因啊 是来自于你的肾 OK 当你有这个idea过后啊 我们再去看一下 你一微的去减低这个肾 所以在于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知道了 你要解决高血压 你真正要做的问题 是怎样去把你的肾功能恢复 怎样去把你的肾脏强壮起来 而不是一味的去把你的血压压下来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 如果你是高血压的药啊 你会伤身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就是这个原因咯 因为真正的原因是肾脏问题 可是你一直忽略它 一直要把血压降下来 肾脏跟他讲 心脏给我多点血可以吗 我真的要 我真的答案不掉了 然后那个心脏讲 OK 没有问题我现在bomb给你 我一要bomb给你的时候 因为你吃药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药跟我讲不要bomb给你啊 你自己想办法啦 这样子长期下来你的肾脏 寻求不到支柱 它是不是越来越差 这个就是原因 OK 那 同样的idea 我可能我给你一个idea 是关于 肾脏跟cellary之间的一些特别的关系 OK 第一点 Cellary虽然它本身没有糖 OK 可是如果你脚了过后你喝 你会发现到你喝得下去的哦 它有咸味的 它平均来讲它的盐的含量会比较高的 OK 所以这个是一点 所以我从这边我这样我自己推理啊 这个不是什么医生不医生啊 打个比方 今天 今天你去按摩脚 你去按摩脚 OK 你去按摩这个是massage 这是我 这是我 所以我就跟那个massage讲 诶 我的脚不够痛呢 你可以按大力一点吗 按大力一点 please 因为我要修复快一点 给我大力一点刺激一点 OKOK 按摩指甲 OKOK 这样我按大力一点 哇 它按了很大力的时候 OK过了过 舒服了舒服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啊 因为我很忙哦 各天我在去找它的时候 我太忙了 我一直在那边看message 看newspaper 看书本 太多东西好忙了 我看WhatsApp拿个比方 所以我忘记跟他讲任何的东西 所以 我忘记跟他讲要出大一点力 因为我太忙了嘛 我没有时间跟他沟通 所以他就忘记出大力给我了 OK 这个问题我套用在肾这边 今天可不可能 是因为你吃的东西 盐的分量太高 导致你的肾脏 变得太忙了 哎哟 有这么多的盐啊 惨了 我要想办法咧 我要怎样把这些东西排出去咧 他变得很忙了 所以他变到忙的时候 他忘记了 要跟心脏讲说 你要有血给我 当他收不到指示的时候 自然血压不会升高啦 那么你的血压就自然会降下来咯 这个是我的推理 我再讲第二个原因 我再讲第二个原因 当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找到一点 芹菜有很多的 Extrogen 你们不懂什么是Extrogen 搞完素啊 搞完素啊 我讲男性激素 Teslone 男性激素 Teslone 搞完素啦 他会降低我 OK 他会降低的我 所以当他会降低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他的性能力变差 什么样的人性能力会变差 胜不好的人啊 你看啊 你看啊 我现在是在结合中医 中医跟西医方面讲啊 所以你可能会听乱 会降低 雄性荷尔蒙 Teslone 搞完素 搞完素降低就代表 你整体的性功能变差 在中医性功能变差 是什么原因 是生的原因 所以你看啊 Cellery 芹菜 我的芹菜呢 芹菜 当你给老鼠的时候 你的性功能会下降 性功能实际上是因为肾的原因 但我们这里也 我们这里我们也谈到了 是不是因为你的肾功能变差了 导致你的血压反而变成正常 我现在是在做推理啊 OK 了解了这两个 我就来 我就跟大家讲几点 所以这个是你们第二个要考虑的东西 OK 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是对的吗 你觉得你现在找到的好料 在Cellery里面找到好料 是不是可以尤其它比较安全 农药残留物没有降高的食物去代替掉它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可能讲说我有高血压 我都是靠芹菜籽来去增加我的 来去避开掉我的血压的药 可是我们不知道你长期喝芹菜 芹菜以前是一个药来的 它把芹菜的种子炸成油 它们是要来的没有错 Cellery就是要来的 可是当我们的人把它当成是个每天的饮品来喝的时候 到底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的血压罢了 还是我们在害我们的生长 我不知道 我只是给你们一个推理 所以这个是你第二个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给你一些特别的建议 一个人如果他的肾是变好的话 可能被这样讲 如果他喝了这个Cellery juice 这是很容易的 一个人的肾只要他越来越好 你会看得到差别的 你会发现到他的Energy变高 很有精神 下午不会要睡觉的 你会发现到 他的气色会变好的 因为生足血 你的血开始bomb到你的皮肤 你的气色你的脸 是最容易看到气色的 因为他的死皮比较少 比较薄 我们的血管离我们的皮肤比较近 所以你看相比来讲 这里比较嫩是吗 OK 然后你会发现到你的夜尿会变少的 然后你的脱发也会变少 这几点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肾好不好 OK 所以当你吃了Cellery 吃了三个月半年过 可是你发现到 没有哦 我感觉还是累哦 我感觉我的气色变到不是很好 我反正觉得动不动啊 我觉得我心脏很弱这样子哦 我觉得我的夜尿好像有点增加哦 我觉得我的脱发越来越厉害哦 如果你有这些Condition的时候 你可能我的推理对你是正确的 可能你的血压真的是降下来了 可是问题不是 血压永远都不是个问题 它是你的肾啊 血压变美了 可是你是不是给肾带来更大的负担了 这个是你们要去考虑的问题 OK 所以我讲了这样多 不是讲说不要你们去吃芹菜 我是跟你们讲 当你们一直去听人家的资讯讲说 吃芹菜好吃芹菜好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自己去思考一下 聆听自己的身体 这个就是我要你们去聆听自己身体的原理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芹菜 你真的是吃上饮料的话 你可以 你要选择比较 USDA Organic Certified的咯 吃有机的芹菜咯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讲说不要吃得那么频密 可能讲说你以前可能每一天吃两把三把芹菜 是不是要考虑减少 然后用其他的食物代替 这个是你们需要想的 OK 我希望这个video大概让你们知道讲说 很多你们觉得很健康的食物 其实都是一个phase来的 像这个Anthony Williams 今天在他介绍了这个Celary Juice过后 其实在三年五年过后 有很多的 又有很多的一批疗法师讲说 他们停止喝Celary Juice了 为什么咧 我们慢慢就会知道了 可是不管人家怎样讲 我想要带给你们的推理就是 我们先从自己的身体感应 你喝了Celary过后 除了你的血压变美 其他的地方 真正我们要看到的地方有没有变好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变好 可能你要尝试新的方法 有什么其他方法咧 我们的推销时间 OK So 我想跟大家讲一些产品 OK So 对我来讲 现在如果大部分四五十岁的人 他的肾都是有问题 都是属于肾需要的 所以他们冷不到尿 尿瓶 然后晚上会有夜尿 都是肾的问题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 头发已经变到很稀疏了的 都是肾的问题 如果你问 为什么这些人才这么年轻 就有肾去 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忠愈了 现在的文明太多的色情片到处泛滥了的 所以二十多岁很早 他们就伤到他们的圣经了 所以当他伤到了圣经的时候 那个圣经就是一个bullet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的银行有很多的钱 你可以随便的去花 随便的去花 可是你一到了四十多岁 你提早花完了 你的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肾经 肾的经气 可是不用紧 反正你已经到了四十五十岁 我今天跟你讲已经后悔了 不用紧 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去补回来的 这个时候你在肾虚为前提 你又不可以吃太多的保健产品 尤其是高蛋白质的产品 OK 你又怕去吃药 因为你吃药也会伤到你的身 这样子有什么样的办法 是可以再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没有任何的毒药 没有任何的 不用吞很多的保健产品 不用吃很多高蛋白质的食物 还可以去修补你身体的器官了呢 Life Wave X39 Life Wave X39只是一个简单的贴片 只要你贴在你的大嘴血过后 它会用它的频率去刺激你的身体 去增加更多的干细胞 不用吃药 也不用吃什么青苹果 也不需要吃什么抬盘素 就只是用能量 用频率 去跟你的细胞产生一个沟通 细胞 现在我想要你增加更多的干细胞 当你的干细胞增加起来了的时候 它就会去修复你需要修复的器官 而在我们现代的社会 男孩子会去修复肾脏 女孩子会先去修复你的脾胞 当你的脾胞跟肾脏 大概修复好了过后 你就会看到精神变好 气色变好 咽尿变少 头发变少 先天资本在于肾 后天资本在于脾 不管你今年是什么年龄 你不用去烦什么清肝排毒清肺 不需要 只要你把脾胞跟肾脏照顾得好 今年你到70岁80岁都好 我都可以guarantee你 你这一生都会优雅的脑橘 ok 跟你们讲个好消息 刚刚我收到 Lifeway这家公司 CEO 就是我们的发明家 跟CEO的一个E-mail 他讲说他的Vice President 会联络我 他要跟我们商量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正式开幕 Lifeway的正式开幕 so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收到了外国人的一个attention 讲这个组织做得不错 然后他们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一个机会 这个产品的价钱他不贵 所以S39本身他是590块钱 30天 你们只要是30天就可以了 你们只要是590块钱 其他你不用买任何的package 就从30天开始 当成给我一个机会 我讲了S39讲了这么久 你好像应该没有听过什么 对我的负面评价的 ok so 给我这个机会 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我们的人每次都在想说 要吃药啦 吃保健产品啦 要打针啦 要多运动啦 喝什么都舒服啦 果菜籽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往肚子里面吞的 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是不是要接触一个完全新兴的科技了 而新兴科技 越新的科技 永远都是越接近我们身体的能量的东西 而S39是我看到当前的